本期新手将整合生化二新老板 生化三新老板 生化危机黑暗利待机与生化危机爆发 所有在此时间线上的剧情 结合新老板与表里线 以最合常理的方式将气数将近的幻雄士的故事完整复盘 本系列视频的制作耗费了萌新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只为给各位带来不用对照资料的顺滑时间轴体验 请各位观看的同时记得三连 由于爆炸的杆已经快停止运作了 本期点赞过签 萌新会更下一期 如果觉得做的还可以 请把敬业打在公屏上 谢谢大家 1998年9月30日4.05 给李昂盖上外套 艾达通过对讲机联系了自己的联络人 告知对方自己已找到安尼特后 艾达利用手中专业特工都会有的装备 独自追寻着安尼特的踪迹 通过一系列杂乱无章的管道后 艾达终于看到了从监控室出来的安尼特追了上去 他曾尽快拿到G病毒样本 离开这里 谁知恢复如初的暴君又追到了这里来 艾达烦都烦死了 利用手中的闪光弹牵制住了他 继续寻向安尼特 为了拿到进入地下实验室必须的身份识别万代 艾达迫不得已进入了处理厂的焚化炉中 从其中躺着的工作人员身上 拿到了身份识别万代 刚想转身离开 焚化炉的门竟然被关了起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安尼特的算计 打算借焚化炉 胡合烧死艾达 不过他还是低估了特工的那些神奇装备 艾达不慌不忙的利用手中的过载仪器 轻松打开了焚化炉的大门 不断处在被动境地 艾达也是怒了 出门后 鸡猛向安尼特追去 转弯进入废弃物处理设施 再次隔着玻璃 见到安尼特 艾达刚想跟他多聊聊 安尼特就启动了分解机 显然他不想废话 借着自己对地形熟悉的优势 想一举干掉这个尾巴 永绝后患 艾达被这一环接一环的算计 弄得措手不及 慌忙躲避之下 落落了处理设施底部 腿不受伤 动弹不得 直到这时 艾达才为自己的年轻 感到后悔 也露出一丝软弱 冥冥中 有些想念李昂 要是他在这就好吧 原版中 安尼特见艾达穷追不舍 便回过身 当面与艾达对峙起来 一番交谈后 艾达得知 他是威廉伯金的妻子 安尼特也知道了 艾达就是从芝加哥调来的 阿克雷研究所所长 约翰的女朋友 为了不让那些对G病毒有野心的人得逞 安尼特要杀艾达灭口 两人在打斗中 安尼特被艾达推下了下水道 生死不明 因之前 安尼特一直提起 自己遇到雪莉时 剪到的项链 艾达查看一番才发现 一直寻觅的G病毒样本 原来就在其中 由于不放心受伤的李昂 艾达找到了他 打算跟他一起逃离这里 当然 原版中也有很多平行剧情 这里就不一一分析了 萌新觉得 艾达如果得到了G病毒 早自己逃之夭夭了 所以融合剧情中 沿用了新版剧情 让艾达与李昂的感情羁绊 更丰富 1998年9月30日 4点15 地下缆车中 克莱尔将自己的外套脱下 穿在了雪莉身上 并不断鼓励着他 说外套是自己哥哥给的 给他带来了好运 自己也会像雪莉的姐姐一样 爱护他 保护他 为了减轻雪莉的痛苦 克莱尔分散起雪莉的注意力 又跟他聊起了项链的事 雪莉说 这项链是妈妈生日时送他的 不过他不想要了 翻过项链 克莱尔看到一些奇怪的图案 刚有些疑惑 就因安慰痛苦的雪莉 插了过去 事实解释了一下 他妈妈是爱他的 却发现他已经听不进去了 只能搂着他 希望减轻他的痛苦 缆车终于到达了 安布雷拉地下研究所 克莱尔赶忙抱起雪莉 通过格力门进入其中 将雪莉放在研究所值班室的床上 再次安慰他后 拿上了雪莉的身份识别万代 独自出发 去寻找抗病奴迹 由于万代的访问权限过低 不能打开其他区域的门 克莱尔在研究所北区一路探查 打爆了一些丧尸工作人员后 从名叫李伟恩的研究员尸体上 拿到了芯片升级了自己的万代 这才得以前往其他区域 在中转连接通道的门口 克莱尔见到了量了多时的USS队员 代号幽灵 从他的设备录音中得知 病毒和抗病毒药剂在西区 这回本打算前往那里与长元会合 不知遭遇了什么 蛇在了这儿 克莱尔只能愈发小心地 向研究所西区进发 1998年9月30日4点30日 李扬从昏迷中悠悠醒来 朦胧了下 回想起自己中枪的经过 干嘛看了看自己的伤势 原来艾达已经帮他处理好了伤口 不知所踪 李扬赶忙起身寻找起来 无奈这里并没有其他通路 估计驱追安尼特的艾达 也不可能掉头回去 李扬只能通过一旁的下水道 向前探寻 通过恶臭的下水道前段 李扬见到了 已经自动复位的地下缆车 惊叹了下 阿波雷拉在浣熊市地下 四通八达的设计 李扬觉得这东西 一会肯定用得上 随即继续寻找艾达 下到2号飞机屋处理设施的观察室 李扬终于隔着玻璃 发现了设施底层 受伤昏迷的艾达 不过这个观察室 通往处理设施的门是锁住的 李扬只能绕路去寻找钥匙 穿过下水道后段时 突然冒出了几只大眼睛继承体 带着满身的臭水和污秽 向李扬攻来 还好李扬手中 有之前警局拿到的沙漠之鹰 几枪打爆了他们 在连通下水道的员工休息室 拿到了处理室的钥匙 兜兜转转之后 李扬终于来到了2号处理室 打开了大门 顺着地上的血迹 找到了腿部插着钢条的艾达 还好处理室的门一直关着 没有怪物进得来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因艾达的角度用不上力 拔不出腿上的钢条 李扬只能帮他处理 说了句会有点痛啊 李扬聚精会神 猛的一用力 伴随着艾达一声痛苦的尖叫 终于拔出了他腿上的钢条 赶忙给他包砸了伤口 艾达稍微好受了些 劝李扬赶快离开 别管行动不变的自己 李扬却不离不弃 打算与艾达一起 面对接下来的困难 随后两人调整了状态 向地下电车行去 一路上尽管李扬多次先殷勤 傲娇的艾达还是没用他搀扶 两人就这样一路互相关心着 来到了地下电车之上 1998年9月30日4点35 就在李扬醒来之时 克莱尔这边由于访问权限 还是太低 西区的连接桥无法打开 他只能先进入研究所东区 想办法从这里拿到权限 进入西区 刚进入东区检报室 克莱尔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一棵巨大的植物 生机盎然 贯穿了整个东区中央区域 一名穿着隔离服的研究员 被粗状的树枝 按在了检报室的玻璃上 已经量了多时 而他手中正有克莱尔需要的 高级全线芯片 看来这也是 某种植物实验失控 带来的灭顶之灾了 尽管这景象过于离奇 旧选利新切的克莱尔 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只能硬着头皮 向东区中心进发 1998年9月30日 4点48 持续下降的缆车中 李昂向艾达吐槽着安布雷拉 他已经迫不及待看到 FBI端了安布雷拉公司 把那些混蛋绳之以法 艾达见着愣头青 义愤填膺的样子 心生一计 又找着李昂 替行动不便的他 拿到这病毒 一招欲擒故纵 加上主动现吻 还是个小伙子的李昂 顿时被迷了心窍 刀山火海挡在身前 也要拿到这病毒 摆在艾达面前 不过美人一笑 就在两人打情骂俏之际 威廉的利爪 穿破车厢表皮 袭击了二人 显然 他们已经进入了 威廉的警戒范围 艰难的打退了威廉 缆车却在威廉的攻击下 坏在了半路上 无奈 两人只能下了缆车 从一旁的检修通道 寻找通往地下研究所的方法 一路之上 克莱尔见到了多只 全身长满藤蔓的人形怪物 游荡其中 还好军火女孩 不怕困难 克莱尔在手中 榴弹发射器的火焰弹配合下 轻松点燃了他们 在这些行走的柴火 越烧越旺的火光中 一路凯割 来到了药物实验室 得知了巨大杀人植物 代号43号 东区的实验室里 就可以造出灭杀他的除草剂 药剂冷却后 方可喷洒至温室内 在前往东区下层低温实验室的路上 克莱尔又遇到了红色的老朋友 铁食者 一如往常地打爆了他们 在低温实验室中 他渐渐有味地看了会儿 实验室的小故事 终于冷却好了药剂 原路返回温室控制室 在除草剂的喷洒下 巨型植物瞬间枯萎 被他暗住的研究员遗骸 也掉落在了温室中 得以解脱 克莱尔也顺利从他身旁 拿到了高级权限芯片 这个悲催的研究员 应该就是刚从小故事里认识的 卡特怀特了 参照他主持的实验规模 这次拿到的 应该就是研究所最高级别的权限 终于可以去往更多区域 克莱尔来不及休息 马不停蹄的向西区赶去 1998年9月30日 5点10分 克莱尔进入研究所西区 由于这里需求的权限很高 并没有出现丧失的踪迹 通过录像带和文件 克莱尔了解了 威廉博士的辉煌与没落 替雪莉叹息了一针 探上这种父母 真的苦了这孩子 事已至此多想无意 克莱尔赶忙收拾心情 前往东区高级实验室 在实验室尽头 克莱尔发现了装着抗命毒剂的储存装置 但装置是被锁住的 正想着如何打开它时 克莱尔被有着似曾相识花纹的钥匙口 吸引了注意力 脑中灵光一闪 这不就是雪莉吊坠背后的图案吗 随即掏出吊坠 相入钥匙口中 这项链果然就是钥匙 怪不得布莱恩局长那么想要得到它 随着储存装置的开启 克莱尔终于拿到了抗病毒剂 多亏他只是个普通女大学生 并没有多看抗病毒剂旁的G病毒样本一眼 把他留在了那 转身就要回去找雪莉 在生物反应器之上的通路中 威廉突然从天而降 克莱尔刚背着穷追不舍的怪物 弄得有些恼火 没想到安妮特已从下水道来到了此处 在克莱尔和威廉都没反应过来之时 端起手中的抗病毒药剂枪 一发打在了威廉脸上 威廉痛苦倒地后 安妮特才和克莱尔交谈起来 这才知道 这怪物就是威廉本帘 因危机爆发时站错了队 一命无呼 走投无路之下 给自己注射了G病毒 变成了这个鬼样子 安妮特觉得 阻止G病毒传播是自己的责任 才一路跟随威廉 寻找把它变回来 或者毁灭的方法 就在克莱尔质问安妮特 有没有想过雪莉的感受时 没被捕到的威廉 缓过了要劲 一爪子抓住安妮特 把他甩到了一旁的墙壁上 重摔之后 安妮特强忍疼痛 其身又给了威廉一发抗病毒弹 可是已经进化成G3形态的威廉 早已病入膏肓了 抗病毒剂对他失去了作用 见到此景 克莱尔果断站了出来 降下通路 把抗病毒针剂给了安妮特 让他去值班室救雪莉 自己留在这儿跟威廉拼了 身负重伤的安妮特甚至 自己留在这儿也是雷坠 叮嘱一番后 向雪莉寻去 此时的威廉 早已完全失去人形 自己的意识 被G病毒完全吞没 彻底化身为怪物 克莱尔利用地形 辗转腾挪 在硫酸蛋的配合下 通过攻击怪物身体各处 冒出来的大眼睛 屡屡将他击退 追也追不上 打也打不到 G3愤怒至极 尝试拆了周围建筑 攻击克莱尔无果后 被他打爆 1998年9月30日 5点20 派去回收G病毒的USS小队 唯一从威廉力爪下 幸存下来的队员 汉克 经过了四天 与威廉的周旋 终于成功回到了地下研究所 通过通风管 甩开了跟着自己的威廉 偷偷潜入了研究所西区 看着敞开着的 处村装置中的病毒试管 汉克一阵奇怪 多少人想拿命 换的G病毒 这人居然没拿 听见外面打得正热闹 汉克也没多想 赶忙笑拿了这份大礼 爬回通风管 向下水道醒去 与此同时 一路打破了拦路的丧尸 艾达 李昂两人 来到了研究所 通向浣雄市区的 紧急电车升降台 看来可以利用他的下降 前往地下研究所 由于没有启动钥匙 李昂让行动不便的艾达 在控制室等他 自己前往办公室 寻找钥匙 刚拿到升降台钥匙 李昂就从监控中看到 阴魂不散的暴君又来了 不明白他是怎么恢复如初的 现在能做的事 只能是赶紧跑 绕了一圈 李昂甩开暴君 回到控制室 启动升降台后 和艾达一起 进入了随平台下降的电车中 向地下研究所进发 1998年9月30日 5点30日 克莱尔觉得 这次威廉肯定凉透了 因心系雪莉 赶忙赶向研究所北区的值班师 再次见到雪莉 他因注射了 安尼特带来的抗病毒真剂 情况有所好转 安尼特告诉克莱尔 雪莉体内的病毒 已经消失 虚弱一段时间后 就会康复如初 但安尼特 却因刚刚威廉的攻击 伤及脏腑 眼见是活不成了 人只将死 总会道出 人生的遗憾 安尼特的遗憾就是 没有好好躺爱自己的女儿 将雪莉托付给了克莱尔后 安尼特倒头晕了过去 克莱尔以为 安尼特已经凉了 只能带着背痛中的雪莉 与安尼特道别 通过研究所中央的主电梯 向研究所下层逃去 1998年9月30日 5点35 李昂和艾达乘坐升降台 到达了地下研究所 艾达因腿部受伤 加上周车劳盾 已经躺在电梯的座椅上 动弹不得 李昂安慰了艾达几句 让他好好在这儿休息 自己找到这病毒后 立刻回来找他 艾达真的有点累了 嘱咐了李昂几句 放走了他 李昂通过排气管 进入地下研究所 没走几步就听见了 升降台下降的声音 通过监控看到 升降台不知什么原因 继续向下降去 身在此处别无他法 李昂只能继续前进 一路打爆了多只 丧尸和铁尸者后 终于来到了研究所中心区域 正打算前往其他区域搜寻 穷追不舍的暴君 适时的跳了出来 抓住李昂的脑袋 就要将他大卸拔块 危机时刻 艾达突然出现 利用手中的装备 救下了李昂 无奈 这暴君太硬了 一番缠斗后 艾达被暴君 甩向中柱 摔了个七荤八素 还好暴君 因被艾达的手枪 击中头部 失去了视觉 挣扎之下 正好掉进了 中央区域下方的熔炉中 变成了一道世界名菜 铁锅顿暴君 李昂抱起奄奄一息的艾达 听着他吐露着 心中的感情 伤心欲绝 看着眼神纯净的李昂 艾达忍不住 再次亲吻了他 留下一句 人情我已经缓了 随即晕了过去 伤心的李昂 误以为艾达已死亡 只能狠心离开 打算完成艾达的意志 拿到这柄如样本 出去后交给FBI 让安波雷拉从这个世界彻底消失 1998年9月30日5点46 转了一圈的李昂 没有找到G病毒 刚有些沮丧 就遇到了拿着私藏的 最后一只G病毒样本的安尼特 李昂看出 他明显受了很重的伤 已是强弩之末 安尼特本想借着 自己回光返照的一口气 把最后的病毒样本毁掉 看到李昂以为他是安波雷拉的间谍 顿时警觉了起来 接着他告诉李昂 那个叫艾达的女子 也是某个组织的间谍 一直在骗你这个小白 李昂不是很相信 而且艾达已经凉了 就算是真的 也已经没有意义了 突然通道上方剧烈震动 将几个大铁管震了下来 直接把安尼特扎倒在地 李昂上前查看 觉得他已经没救了 便从他手中拿走了G病毒样本 就在这时 研究所系统播报响起 由于检测到G病毒样本 离开了研究所 这里的自毁程序启动 所有人员尽快前往 最底层的紧急逃生电车撤离 李昂不再犹豫 急忙跑向中央电梯 打算从那里前往 研究所最底层 刚到达中央区域 就见本该凉透的艾达站了起来 用枪指向李昂 要他交出G病毒样本 没想到安尼特说的是真的 他不是什么FBI 果真是间谍 得知真相的李昂 不肯把病毒交给他 并劝他 跟自己一起逃离这里 自毁程序下 研究设施不断坍塌 甚至脚底站的钢桥 也已经残破不堪 再这样僵持下去 两人都得去见上帝 就在艾达刚想服软之际 不知从哪打来的暗枪 击中了艾达 原来是安尼特 靠着最后的执念 给了他一枪 还没从震惊中回过神乱 两人所在的钢桥 彻底坍塌 虚弱的艾达 无力保持平衡 向钢桥下的深渊滑落 还好李昂眼疾手快 拉住了艾达 心中再无执念的安尼特 也昏归天际了 由于钢桥不断坍塌 加上李昂受伤的手臂 使不上力 一番努力后 还是没能把艾达拉上来 最后说了句 让李昂自己保重后 两人脱手 艾达落入深渊之中 不见了踪影 伤心欲绝后 李昂强行振作 检查了艾达的手枪 发现里面根本没有子弹 这让他更伤心了 拿出那只G病毒 抛向了艾达掉落的位置 随后才不舍得抛向电梯 打算尽快离开这伤心之地 1998年9月30日 5点54 克莱尔听到自毁系统启动后 加快了步伐 一路保护着雪莉 打爆了几只拦路的丧尸 两人通过无间的配合 到达了之前李昂二人 放下来的升降台处 将雪莉安置在电车中 克莱尔来到了控制室 刚刚接通电源 就在监控上看到了李昂 通过对讲机告知了李昂这里的情况 无奈 地下的信号一直不好 短暂联系后 通讯再次中断 就在升降台缓缓下降之时 进化为G4的威廉 跳到了电车顶上 此时的威廉 已经看不出人形了 或者说就是个 依靠生物本能 寻找雪莉的怪物 围着电车 依靠一路以来囤积的军火 经过艰苦的战斗 克莱尔终于打爆了 满身是眼睛的怪物 升降台也同时到达了 研究所最底层 原版克莱尔表片中 安尼特死前 告知了克莱尔 G4的抗体配方 克莱尔通过对讲机 委托李昂 去接应保安室中的雪莉 而自己继续寻找实验室 配置疫苗 随后 李昂先送雪莉 来到了紧急逃生电车 雪莉是在克莱尔上车后 才注射了病毒抗体 由于稍后的 生化危机爆发决疫片中 也使用了抗体配方 这种强断 所以没让克莱尔 干雷同的事 沿用了重制版剧情 这也约等于 原版李昂表 克莱尔里的剧情 1998年9月30日 5点55 与克莱尔联络中断后 李昂赶忙向研究所底层赶去 就再来到一处 小型升降台 准备下行之时 熔炉都没能杀死的暴君 再次追来 此时他的军大衣 已经不见踪影 右手变异成了锋利的爪子 看起来是更加强悍了 身上还燃着火苗的暴君 腾空而起 落在了李昂所在的升降台上 这次一定要将李昂 就地正法 退入可退的李昂 只能在狭小的升降台上 与暴君决以死战 就在李昂疲态尽险之时 一个四连桩火箭发射器 被扔了下来 落到了李昂面前 虽然满是疑问 但李昂此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操起火箭发射器 两发炮弹之下 终于打爆了暴君 与他用别 原来 艾达还活着 他虽然身受重伤 但拿到李昂扔下来的病毒后 也算是完成了任务 那暴君克星 也是艾达给李昂扔下去的 终于放下了这份牵挂 艾达通过通风管 逃出了研究所 举步维艰地通过下水道 向自己连论人所在的 安全屋行去 1998年9月30日 6点03 紧急逃上电车 终于降到了最底层 在车头与车尾自动连接后 克莱尔启动了电车 向研究所外逃去 从升降台下来的李昂 也同时来到了站台 千军一发之际 抓住电车连接处的栏杆 上了电车 电车至上 李昂终于与克莱尔 以及雪莉会合 克莱尔喜出望外 正给李昂介绍着雪莉之时 一声巨响从电车尾部传来 李昂让克莱尔两人待在这 自己端着火箭发射器 去车尾看看 1998年9月30日 6点10分 就在走到最后一节车厢之时 进化为G5形态的威廉 吞噬了车厢 靠着繁殖本能的职业 再次出现在几人视野里 李昂当然不知道 这肉山大魔王是个啥 既然是怪物 那就留在这个研究所里吧 打了他两发火箭弹 加上几发马格纳恩 减混了G5的吞噬速度 借着这个空档 克莱尔解开了最后车厢的连接 李昂给了G5的大眼睛 一缸管后 在克莱尔的帮助下 显之又显的回到了前一节车厢 G5也随着脱开连接的车厢 滑落到了爆炸产生的火浪中 随着他的研究所一起灰飞烟灭 1998年9月30日 6点35 三人乘电车 在爆炸中逃出了隧道尽头 经过一段时间的行驶 来到了浣熊市郊 经历了浣熊市的恐怖 李昂和克莱尔 不免对周遭事物心生警觉 包括迎面驶来的油罐车 接收到油罐车司机的国际首饰后 连人才回过神来 这里已经是正常世界了 终于放松下来的三人 手牵着手 向浣熊市外走去 淡淡不死的雪莉 也忘了自己刚凉凉的爸妈 天真无邪的 要和李昂与克莱尔 足建新的家庭 出了浣熊市后 克莱尔告别了两人 继续踏上了寻找克里斯之路 李昂和雪莉 则被城外负责戒严的军方打救 自此 李昂 克莱尔和雪莉 告别了人家猎狱 浣熊市 逃出生天 1998年9月30日7点 受伤的泰瑞尔进入医院 看来这一路的探查中 他吃了不少苦头 进入卡洛斯和吉尔所在的诊室 守了吉尔一夜的卡洛斯 被他惊醒 泰瑞尔二话不说 打开了电视 上面正播报着 美国军方的全程通报 美军将在10月1日早上 对浣熊市进行和平 没跑的赶紧跑 就在两人愤怒的谴责 政府无差别的杀人行为时 门外又传来了丧失的动静 卡洛斯让泰瑞尔先在这歇着 自己去对付他们 随即出了诊室 1998年9月30日8点15 花了一些时间 清理了医院外涌进来的丧失 卡洛斯搬了许多重物 堵住了医院正楼一楼的各个出入口 再次回到了诊室 见吉尔的情况 在注射抗体后有所好转 且泰瑞尔在这保护他 卡洛斯也能放心得下 随即打算 从医院后门前往电视台 寻找到发布信息的美军 让他们通知政府 病毒抗体已经找到 浣熊市还有不少幸存者 尽快取消和平命令 1998年9月30日9点50日 一直在浣熊市医院周围收集资料的尼古拉 并没有更多的收获 就在他执行之前接收的任务 在医院各处安装炸弹之时 尼古拉又接到了新的任务 让他集结城市东侧 仅剩几人的UBCS部队 前往浣熊市大学 干掉早新叛逃公司的穆勒教授 尼古拉见财神又找上了自己 便不打算在此停留 加快了炸弹的布置 由于不知道之前 遇到的卡洛斯跑哪去了 匆匆把炸弹设置成了 开门即启动 便离开了医院 向浣熊市大学行去 1998年9月30日11点30 浣熊市大学的秘密实验室中 经过欧信力学的研究 早先叛逃安布雷拉的穆勒教授 终于研制成功了 自己理想中的BOW死神暴君 一番欣喜之后 穆勒启动了他 并下达了保护自己的命令 穆勒教授本是 安布雷拉公司的高级研究员 他对BOW的涉及理念 和其他研究人员不同 对于量产BOW这件事 非常反感 在穆勒教授看来 BOW应该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有其独有的艺术性才好 出于这个理念 穆勒教授借着安布雷拉 处理洋管事件的档口 盗走了T病毒 并离开研究所 投靠了自己朋友准备的 在浣雄市大学的秘密实验室 展开自己的研究 大学中 穆勒教授经过长时间的寻找 又骗了一名黑人学生做实验 经过了一系列努力 终于创造出了 高可控性的完美暴君 死神暴君 好了 本期就到这里了 对于生化系列主线剧情 1998年9月30日4.05 到1998年9月30日11.30的时间轴 如果未有遗漏 请各位观众老爷 多多刺脚 多多包涵 下期 新手将继续整合 新老生化3 生化危机爆发1 2 和生化危机 安布雷拉利代机 黑暗利代机 给大家带来 幻雄式的中烟 制作不易 望各位多多互动 看完记得三连 本着对生化系列的热爱 我会尽快更新下一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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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